哈喽,大家好 这两天天津的疫情算是控制的还挺不错的 基本上都会在各位数到十位数左右 现在我们每天也核酸都改在在自己的小区里 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 也避免了被互相传染的风险 检测的时间也改到了傍晚 下午五点或者晚上七点 我们在群里接到通知 就可以下午去做核酸了 这样也是非常的方便和快捷 志愿者们每天也都要来做核酸 看着很辛苦 希望疫情早点结束 因为每天基本都要在家 天气也很热 所以就吃一点简单的东西 我就来做一个自制简单三明治吧 准备的材料有 面包片 熏肉 或者是火腿片 奶酪 起司 生菜 和一颗鸡蛋 我们先把蛋清和蛋黄分开 因为这个锅还是很大的 所以我在一边放上了油 然后来摊鸡蛋 另一边想用黄油来烤面包片 都被据成了油 我无意中把蛋黄给搞碎了 所以算了,就先这样吧 现在在旁边放上黄油 擦一下锅 然后把面包片放在旁边 两边翻一下 这样烤出来的会很好吃 好了,第一片就OK了 下面来烤第二片 把剩下的黄油也擦在面包片上 注意,最好是要用小火 这样烤的会不是很焦 旁边的鸡蛋也会慢慢的变熟 撒入一边 我们吃起来的冷却 把蒜一份做装 再冰箱 好了,现在我们开始洗生菜 这个菜是之前我在视频里去超市的时候抢购的 现在看起来也非常的新鲜,很不错 我们拿出两三片的叶子就可以了 好了,我们的食材都基本准备好了 现在开始来做三明治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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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再给自己做一杯好喝又健康的饮料吧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祝大家胃口好 Bonabiti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